三十四年前 青生孩子莫名丢失 母亲寻子多年 就这样子就去 孩子都还有伤 儿子妈妈想娘 妈妈的眼睛都起下了 妈妈的眼睛都起下了 三十四年后 千里之外 疑似儿子出现 奇怪问题也扑面而来 被丢弃到徐州 把我丢在徐州东站 就不见影踪影了 相聚之后 都市情缘今晚播出 都市情缘情暖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首先在这儿祝所有的女性朋友们 节日快乐 好的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情 发生在四川的一个村子里边 是在三十四年前 有一户流姓人家 五岁的孩子 在自家门口玩耍时 却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家人四处寻找无果 三十四年后 当年失踪的孩子 终于和家人团聚 那么三十四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他突然失踪的呢 非常生活肯定很好 是不是 哥哥走了之后 掉了之后 然后爸爸妈妈就不得心情去上班 然后无头的亲戚来源也不得 他叫刘娇 三十二岁 四川德阳广汉式人 刘娇有个同父同母的亲哥哥 名叫刘斌 可是自从他出生到现在 都不知哥哥长什么样 哥哥这么多年一来 你已经丢了三十四年了 妹妹也没见过你的人 也没见过你的人 也没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 只看过你小的时候照片 我妈妈眼睛也忘了 我妈妈说的 我哪天走了 我肯定带着医孩子走 给爸爸都是同样说的这个话 就希望儿子回到身边 这是刘娇失踪的哥哥 刘斌的照片 当时才五岁 这对他们的父母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你们想不想放弃 那么当年五岁的刘兵 是怎么丢的呢 原来一切只因为 孩子独自在家门口玩耍时 大人疏于看管 五岁的刘兵突然就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现在我就开始 找我的娃娃 找我的儿子 找我的儿子 就是到时候找都没找到 跟这个娃娃吊了过后 一家人确实惨 说实话 走道政 走中江 走西平 走坏口 走好多个塌袍 走个童业 走个脚盆打门 不敢斩地 还是神道神道走童业 常年寻找四处跋涉 儿子没找到 当母亲的一只脚却走烂了 为此李天华的坐前脚肠 被迫拒掉了 妈妈就是去找哥哥的时候 走路嘛 走了很多路 然后就留下了伤 伤呢就是慢慢就恶化了 我发就切 就把纸就切了 她现在啥子样子的 她现在啊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嘛 妈妈的脚 以前很漂亮的脚 她这脚一脚都很漂亮 就切了 就五根指母都不得了 我也全都不得五根指母了 走多了是 嗯 就是 就这样子就切了 只看嘛 都还有伤看嘛 为了寻找儿子 李天华不但走坏了脚 左脚前掌被迫锯掉 甚至还哭瞎了双眼 眼睛就是流眼六水 像我们哥哥嘛 富多了嘛 就睡了一睡 我叫起来 我一种 他起来的时候 他妈妈 我说起来 我们走去 走一转 我就晒下步 起来就 你就是了 我眼睛看不见了 都嘛 就全部失明了 因为左脚被截肢 李天华无法在外出寻找儿子 坐在家中的他伤心无比 每日一泪洗面 结果造成双眼受损严重 无法医治 还是哭多了嘛 哭多了嘛 前期都忆不到的嘛 他说你这个里头的铜儿坏死了 他说你勾气勾多了 他说你里头啥子东西都坏死了 忆不到咯 那我就又伤心 掉了那么几年 十年里头都是天天晚上哭 白天祖河路喝了哭啊 人家抱着哭 就是那么大的娃娃 一旦不摘了 不想到那是在外出咋个哭了 虽然身体残疾 但李天华对儿子的思念 依旧不曾削减 每天摸着儿子当初的照片 暗自叹息 儿子啊 妈妈想你啊 妈妈的眼睛都起下了 妈妈对不到你 只能躲过你 想你妈妈看不到你 只能摸摸你 儿子啊 你回到妈妈身边 妈妈就高兴了 想得可怜啊 白黑都不睡 都在想你 声声呼唤 日日想念 想啊 漂亮 父母的凄惨 让当女儿的看着 一直很揪心 刘娇下定决心 替父母寻找哥哥 怎么找到自己儿子 我就说的 没事 我说我一直会找下去的 后来刘娇在宝贝回家 寻资网站的帮助下 在江苏省徐州市 找到了一个高度疑似 刘娇哥哥的人 这名男子叫周鸿 正在寻找四川的亲生父母 可奇怪的是 周鸿说自己当初不是被拐卖 而是被人从四川出发 乘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 故意将他丢弃在了 三千里外的江苏徐州火车站 然后他带我又坐了火车 坐了好几天 坐了好几天 然后就把我丢 丢在徐州东站 就不见影踪影了 被丢弃到徐州了 现在他这个养家 是在我们 当时在徐州火车站 可能做个什么小生意 把他收养了 幸好当时的周鸿 被徐州火车站的一名好心人收养 这些年来 他也一直想找到 自己的亲生父母 特难受 我也不说 这个徐州家对我不好 就是感觉 想找到我亲生父母 是谁会耗时费力乘坐 两天一夜的火车 故意将一个年幼的孩子 周鸿从四川丢弃到了 千里之外的江苏徐州火车站 莫名被人带走的周鸿 他会是刘光叔和李天华夫妇 走失的儿子吗 千里之外 喜讯传来 结果还是符合情缘关系 和四川得扬的 跨越了34年的苦痛 一家人终于团圆 相聚之后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34年前 刘光叔和李天华夫妇 五岁的儿子刘斌 在家附近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这些年来 夫妻俩四处寻找 为此 李天华左脚被截肢 双目也失明 每天只能够摸着 儿子的照片 暗自伤心 不久前 宝贝回家志愿者 传来消息 远在江苏省徐州市 有一个叫做周鸿的男子 非常符合刘斌的信息 周鸿还告诉记者 说自己当初不是被拐卖 而是被人故意带上火车 故意丢弃在徐州火车站的 但是有点很奇怪 就是说 这个王被拐卖到徐州以后 说我们从这里 到徐州接近四千里 而且他把他拐卖到 以后又没卖 自己又把刷子混在 让他自身自卖 这一点很奇怪 不给其他的那种 给国家买的是 就是图切 拿过去就买了 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 关于这个问题 周鸿一直也想不明白 我还在脑海也在想 这么远 而且当年的三五年天 家庭肯定不富裕 不富裕 花这么多钱 把我丢到一个 那么远 几千里公里的地方 徐州 我真的想不明白 不过 目前对于周鸿来说 最重要的 还是弄清楚 自己到底是不是刘光叔 李天华夫妇要找的儿子 经过江苏徐州和四川广汉两地 警方的联合DNA鉴定 确定了 他就是当初失踪的刘彬 结果还是符合情缘关系 和四川德阳的 所以刚好比重了 我们四川德阳的 德阳广汉山水镇的 刘光叔 李天华夫妇的DNA 得知这样的消息 周鸿也是激动不已 困扰自己多年的身世问题 终于有了着陆 听得很开心 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感谢宝贝回家 感谢张队 感谢夏月姐 这么多年不出这努力 我找到了家 下一步的打算 下一步打算 肯定要是 我去见我的爸妈 对她没说 我很好 我有抑郁了 我很好 这里是四川省德阳市 广汉市公安局 一大早 刘光叔李天华夫妇 在宝贝回家 志愿者们的陪伴下 来到公安局的一间会议室 准备与失踪 34年的亲生儿子 刘彬相认 此刻 两位老人心情很 是激动 现在的心情 应该和在家里 不一样吧 不一样 不一样 走着来还不高兴 很高兴 为啥子 走着走着来 马上就要家的儿子 高兴 平日欺贝 你们就拿给妈妈 高兴 当妈妈都激动 眼里谁都抱不到 三分钟后 周鸿 不 现在应该叫她刘彬 出现在了会议室门口 虽然看不见 但是听到了一声 妈 李天华便赶紧让家人扶自己起来 用双手去感受儿子的归来 为了这一刻 李天华和丈夫刘光叔 实在是等了太久太久了 好在他们所有的苦痛 没有白费 妈 儿子回来了 还带回来了儿媳 只可惜当母亲的李天华 无法看到 只能用手摸摸儿子和儿媳妇的脸 用心感受着他们的模样 此刻 幸福与心酸 一起涌上心头 妈妈 她看不见 真的是看不见你了 妈妈见不见你了 妈妈见不见瞎了 妈妈 你看不见我 我怜了 她现在看不见了 妈妈看不见你了 妈妈 妈妈 弟弟 牛逼啊 爸爸 你给你瞎了 妈妈 哎 牛逼啊 你妈妈想着 你只要给你瞎了 你三十多年 我的儿子 你的头发很小一模一样的 担心儿子误会自己 李天华赶紧讲述当初的经过 妈妈就是乱的 妈妈就是去铁车的 不是啊 我来妈妈偷教你啊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妈 你三十四年 去想念你啊 想念你啊 我来说外头 咋个造罪哦 照年外头啊 你在外面说话多苦咋个 老孩子一直在挂着你啊 挂着你啊 你想的时候妈妈 我把生意去年去年啊 那儿子在那里 那儿子在那里 带着五岁多啊 去到那么大火啊 给你们孩子啊 整个东西走了 那两晚走 我的儿子咋个哭了 咋个燥妈妈了 儿子呢 爸爸妈妈哭了 儿子呢 分开了这么久 李天华有太多太多的话 要对儿子讲 外面吃得不好,春天暖嘛,我滚了,我滚了,妈妈就放心了,我的儿子,妈掉了的时候,妈妈天天晚上走苦,对了,那个,被她去上班,妈妈把你脚都走了,对你跑啊,妈妈早一早一早,公业啊, 儿子一直在找你,那是太久太久了,是啊,骨肉分离三十四年,的确是分离得太久太久了,这一切呢,都是那名抱走刘斌的人所为,这时,当父母的必须要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带走了他们心爱的儿子,并且不为卖钱,只是说把孩子丢在了千里之外的徐州呢, 父子俩反复核对,矛头竟指向同一人,现在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的记忆就是他,我认识他,他把我带走了,带我出去玩,而且他认识,不认识我干嘛给人走,是什么印象的, 究竟什么仇,什么怨,什么恨,要让他们骨肉分离三十四年 相聚之后,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历经三十四年,李天华,刘光叔夫妇,终于和日思夜想的儿子团聚了,可惜,李天华双眼失明,他只能够用手去感觉儿子和儿媳的模样,一瞬间,幸福与心酸一并涌上了心头, 在祝福这一家人忠于团聚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当初到底是谁故意把刘斌从四川带到了遥远的江苏丢弃的呢? 这是当父亲的刘光叔 似乎看到了 找出人贩子的曙光 原来这么多年 他心里也一直有个 怀疑拐走自己儿子的人 那么父子俩所怀疑的 人贩子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现在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的记忆就是 我认识他 他把我带走了 带我出去玩 而且他认识 不认识我干嘛跟人走 刘斌说他依然还记得 当年以外出游玩为由 将他拐骗走的人 就是曾经的一个邻居 按我的回忆 就是邻居 他把我带走的 就是这个人把你拐去手里 你就是邻居 他名字叫霍自龙 门口有彩色气球的这家 就是刘光叔的家 而不远处 就是他所说的那位邻居家 霍自龙的家 原来刘光叔怀疑的理由有两点 一是儿子被管前 他在镇上供销社做管理员 但邻居 霍自龙在供销社偷酒 被刘光叔发现并举报 我发现 发现我们的老爸是 你管理的 就是人家当老板的 家里是要说 跟霍自龙说 某某 是不是他的影线 就举报了 报了我们长官的 报案了是吧 就把他抓了 还当队传 还说关了 把整个政务 全部退回了 退回我们单位了 头年头就第二年 就把你管就跑了 刘光叔说 他怀疑的第二个理由是 偷酒事件发生的第二年 五岁的儿子刘斌就不见了 一同消失的 还有那位叫霍自龙的邻居 我一不在的时候 我马上就找他 找他的时候他也不在 他一个礼拜有没有回来 他一个礼拜以后回来的时候 我把他找到 他就下了大头 我老爸在这穿穿布 上岩跟他 他去中岩 他心里就虚 他肯定的 做这些心虚嘛 肯定有心虚的 我当时就拿到我们派出所去 派出所就不 叫做去派文章 他就断锁 他手中派出所去 他没有 他不成证 他派出所 他还拿真证 还真证 把他看了我 不得人看了我 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 刘光叔越想越觉得 邻居霍自龙可疑 换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那时候偷东西 让被你发现了 他就觉得你不好 他就想报复我们 把你儿子就是领走了 这就是这个意思 头年头就 第二年就把你拐去碰了 知道吗 第二年就把你拐去走了 所以说我现在 你儿子就三十多年了 他毁了你 毁了也毁了我一生 我的童年没了 我什么都没了 如今刘光叔 决定带着儿子 一起去邻居家 希望儿子能辨认出 当年拐走他的人 他要为一家人 这么多年所经历的苦难 讨一个说法 不知道是因为正巧不在家 还是别的原因 等待了很久 邻居霍自龙家的大门 始终没有打开 我的三多年前的鲁宾 就是他 你们家很急就是他 就是他 虽然种种迹象 都指向这个名叫 霍自龙的邻居 但是目前还不能完全下定论 随后在众人的建议下 刘家父子选择报警 将情况反映给了广汉市公安局 通过法律途径 给自己讨一个说法 由于这一次 今年成了三十四年 人虽然走回来了 他们也进行了团聚 但是我们公安机关 对打击管理犯罪 是零容忍 所以我们还要对他们提出了 由于刘斌本人 也就是刘宏 现在提出了一些情况 我们要进一步进行落实 要进一步追查 按照公安部打拐办的精神 我们意思还是要一查到底 三十四年的分离让人悲痛 三十四年后的相聚 让人感动 李天华为了寻找儿子 走断了脚 哭瞎了言 一家人痛苦万分 好在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 跨越三十四年和三千多公里 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刘斌说 今后他会把徐州和广汉两地 都当作自己的故乡 两地跑 照顾两边的爸妈 同时德阳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打拐办也表示 刘斌本人的陈述 进一步完善了 刘光书李天华夫妇二人 当年报案的证据 警方将据此开展调查 继续查找涉案人员 追究其法律责任 好的 今天的节目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 江西放心游国际旅行社 是我们都市频道自己的旅行社 喜欢旅游的朋友 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 07918327322 只要您想说走就走 都市放心游 带着您放心游天下 另外呢 我们在这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节目 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